大家好 我是翁四龙 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这个笑口文化的节目也是录得挺多的 但是很奇怪 一点都录不烦 真的是 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听说最近这个脱口秀大会正在录制 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忙 所以李淡 我这个情商这么高的人 就是点到为你了 提前谢谢李淡哥哥了 然后刚才其实大家一直都在说我们这个尴尬九分钟这个事件 作为当事人 我今天真的给大家还原一下吧 因为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太复杂 就是丹姐提议大家表演节目 大家不想表演节目 丹姐偏偏让大家表演节目 大家偏偏不想表演节目 所以当时场面一度很尴尬 我说句公道话 我向来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我觉得发生这种事情太不应该了 你说给长辈表演个节目 那不是我们晚辈应该做的吗 前段时间呢我跟智盛也是录了我们这个桃花屋 然后我们也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智盛这个人就是特别的爱拍马屁 我们我们六五零电台网上面试的时候就问他 我说智盛你怎么评价李雪芹的脱口秀 智盛说我不配评价李雪芹的脱口秀 对了 后火 这说真是人缘未到马屁先行 而且智盛呢拍马屁讲究的就是一个雨露金毡 上到电台台长下大保安保洁 宁可错拍一万不可放过一人 智盛能有今天都是一步一个手印拍出来的 当然了智盛这种射牛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啊 这两年其实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很多人都在说自己射恐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感觉不说射恐就感觉自己不时尚了一样 但是我真的觉得射恐这个词现在吧已经不流行了 因为现在都流行 孤勇 爱你孤身走安下 爱你孤身走安下 你看看太火了太火了 那么聊到社交呢其实我觉得只有自己强大了 才能够真正的这个掌握社交的主动权 从小我的老舅就总让我表演节目 然后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拒绝 就只能装作自己不会唱歌 但谁能晓荡呢后来就成为了一个这个小有名气的歌手 没办法这个我的优秀不允许我那么低调 后来呢我老舅再让我表演节目的时候我就说 这个老舅啊我这个商演也挺贵的是不是 后来老舅啊就真不再让我表演节目了 只是说我忘恩负义 很多人说我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其实我真的很警惕这个说法 因为我觉得这个说法往往代表了你好像没那么真诚 所以我觉得自己情商真的不是很高 那个时候导演组就问我说 那你觉得效果文化情商最高的人是谁 我说是李淡 他们说你这情商不是挺高的吗 我说你们不懂 这不叫情商 这是真诚 而且呢社交还能增进彼此的了解 因为我自己是个很热情的人 所以我很想把那些没那么热情的人带动起来 比如说王建国 他就是一个很宅很色恐的人 然后我就会跟建国发微信说 这样吧我每天来跟你说一句话吧 他说别了吧哥哥别了 我害怕社交 然后我就逗他 我说你害怕别人可以 你这么害怕汪苏龙 你这是恐龙啊 他没有回我 所以可见社交确实曾经了解 这次之后我就了解王建国了 第一他不是真的喜欢谐音梗 第二他是真的恐龙 好今天聊了挺多的 其实我这个始终坚持一点 就是你不要把社交当成一个有用的事情 因为社交其实并不能给你带来什么 社交唯一能给你带来的就是情绪 不用刻意迎合别人 不要带着目的去社交 我很期待再次上效果的节目 我们脱口秀大会再见 谢谢大家 上搜索 哎呀 哎呀 哎这个我有嫂 这个我哥哥哥 哥哥 轴龍 可以 消早 记得拍灯哦到时候 过两天见了 过两天见啊 发会见 还有这种 跑到别人家节目 给自己发通告的 孙龙哥哥 我们这个脱口秀大会呢 人还挺多的 咖也挺大的 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哥哥 像什么大张伟大哥哥 情商这么高 不跟你多说了 接下来要上场的 是在 隔壁朋友录说唱节目的 狗哥 可能是 每天在台上要装狠 台下还得敬酒 比较疲惫 来 我们家玩一下 掌声有请热狗 大家好 我是MC哈德热狗 很开心 我又来讲脱口秀了 这次来这个节目 真的是机缘巧合 因为我在隔壁路说唱嘛 在这边说实在的 认识的人不多 很孤单 我就打开微信 搜索附近的人 结果收到了 李蛋 先聊社交 其实我觉得脱口秀演员都蛮会社交的 你们不觉得吗 他们都很有梗 而且很朴素 不像我们说唱歌手 戴墨镜 戴手表 戴金项链 你们戴张嘴就可以了 相见恨晚 要十几年前认识 我肯定天天约你们出来晚 你们都很会搞气氛 听说还有一个气氛大王是吧 尊重 跟脱口秀演员比起来 其实说唱歌手 给人的感觉 就比较难相处 因为我们看起来 就好像很甩 很难接近的样子 像大家听我的歌 看我的赏象 都以为我很凶 其实我这个人 面恶心善 不像赵文拙 拙歌这个人啊 面善心善 说起哥哥那个节目 那是我这辈子经历过 最大的社交考验 你想想看 开什么玩笑 跟三十几个男人 天天住在一起 我虽然不是社口 但确实也够慌了吧 唯一庆幸的是 拙歌虽然武力值高强 可是从来不会逼我们 搞什么篝火晚会 好啦 看跟刺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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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